嗨,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索尔 继续来介绍英灵 本次来介绍狗云一 他是雷系捕师 若要开玄机雷阵 就是不错的捕师人选 因为有传送的关系 他的移动能力也是捕师中最好的 所以后期需要突击的PVP 也是选要当捕师为主 但发力期在55级之后 所以前期大家就不会太爱用 这次就要介绍他 希望各位朋友会喜欢 话不多说,马上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现在谈谈狗云一的天赋 制药效果是5条例的增加,很不错 370加10%,6星10加20% 让他补量不会因为没达成条件降低 特效的蛀弯效果 对于打王的时候也有不错的作用 可以让血线可以更好的维持 若只有上他单补时 补血的压力也会比较轻 打完可以回一口血 后期PVP的时候也可以帮助队友回血 天赋的部分是非常不错的 但不管是天赋加治疗 或是助安效果 都很知新术 所以新术越高他就越好用 来谈谈五内 可因的五内如下图 中路就走到底 因为单补在下路 所以建议下路点出气力之数后 就上路走到底 若不点下路只靠群补会非常难补 若后期PVP要更耐打 就得考虑吃灵运石三线走到底了 再来看技能 先谈中线的技能 首先是神器流转 这招是葛云一天生技 一及时就自带了 群补器有驱散作用 对于驱散手段缺乏的葛云而言 这招算是不错的驱散手段 也是他有的群补中倍率最高的一招 再来看血刃之中 角色三级时就可以学 帮忙队友加攻击的手段 算是很不错 但葛云一是补 除非有第二个补师在场上 不然放了这招就不能补血了 刚开场还有机会放 若后面开始损血 要放的机会就不大了 这招一般关卡可以带 但打Boss就不适合了 接下来是云影悟患 角色25级时可以学这招 这招算是葛云一最特别一招了 可以飞7格过去帮忙补血 平常时作用还好 大多是PVP追不上队友的时候飞过去补 PV1的应用上 假如若是踩一个点过关 或者是抢宝箱还不那么需要 其他人也办得到 例如老头或者是夜明龙 需要一次踩多个点时就有用了 可以派葛云一传送过去踩其中之一 再加上老头、夜明龙、曹青等 就可以快速过关 最后是珠心神耀 这招是最后一招才能学的技能 需要角色55级才能学到 这招就是为什么葛云一被说 55级之后才有用的原因 这招可以物理跟法术都免上20% 而且不分式主动还是被打 要注意的是这招CD4 但持续回合只有3回合 最后一回合空装 状态消失时候 若没注意到很容易就被打死 但因为这功能太冤天赋也能替代一部分 而且武术集太后面了 等到初尔光卡也打得差不多了 所以前期拓荒帮助不大 这招最大功用是在7月流火PVP的时候 因为PVP大多伤回合胜户就差不多了 所以空窗不是问题 因为不管主动还是被打都加冕伤 所以一开始放下去全队一帮帮 对方冲上来要杀掉偶帮的人 也比较难杀掉 对于流火双方都是 直接冲上来秒掉对方环境帮助很大 这招也是他在流火捕失独一档的原因 接下来看上路的技能 来看六甲神医 需要角色数据才能学 其他双防还不错 但没有补血的功能 前期可以带带 但等到55学到朱薰神耀就可以替换掉了 再来看圣夜之户 需要角色数据才能学 这招需要中路跟上路都要点到 该技能上下的小源 就会自动学到这招 降伤对于打一般关卡用处不大 只有打PVP时比较机会带到 避免PVP强制角冰璃直接冲上来硬杀 利用这招将属于相割顶度冰璃的攻击 但若是朝庆的话 应该还是扛不住 就需要躺帮忙扛了 最后看下路的技能 首先是气域之术 需要角色数据才能学 单体不写进 基本上PVP都得带 PVP若遇到对方是AOE陣 才有可能不带改代群补的可能 最后是退魔之症 需要角色数据才能学 这招需要中路跟下路都要点到 该技能上下的小源 就会自动学到这招 加法防是还不错 但平常用不太上 大多是打法术型的BOSS 主力输出扛不住的时候才会带 接下来谈技能攜带推荐 这边是以60级 技能已经全部学完了状况做推荐 游戏前期技能还不全的时候 就是有什么带什么了 首先是通用的建议 气域之术 血灯之咒 云影误患 这是通用的建议 打一般关卡用 一般关卡通常若不要走位失误 血线压力通常不会太大 加上狗云影还有天赋的助腕可以帮忙回血 对群补的需求也不会很高 所以不太需要加防或加免伤 所以还有空间带个血刃之咒 在空挡的时候帮忙加攻击 云影无患则是可以帮忙抢宝箱 也可以赶路或救援远方有军用 算是不错的组合 打BOSS推荐 气域之术 神器流转 珠心神耀 打BOSS则是不一样了 需要拼回血量 因为聪明这类的王 要不是不会动 不然就是贴在你身边打 所以不需要云影误患的传送 神器流转 较高被略回血就比较好了 珠心神耀则是减伤 避免打王被反击死 或者被王主动打死 流火或幻影建议 神器流转 云影误患珠心神耀 PVP对手有可能有很多种组合 这边主要是以很常见的AOE组合为例子 对风冲过AOE之后 用珠心神耀帮我方加冕伤跟回血 若我方能源冲过去对面输出 也可以用云影误患飞过去帮帮补 这是其他短腿的捕师伴母道德 这也是葛云一在PVP特别好用的原因 可以群体加免伤 又可以飞很远之远 若对方先手 有可能会直接冲过来杀葛云一时 区域之术可考虑替换成圣夜之户 增加葛云一的存活能力 再来是饰品与魂石推荐 这边要先说明一下 绝饰品是个非常不好取得的双倍 我陆服到60级的也只取得一小部分绝饰品 未来也可能出新的更好的饰品 前期饰品短缺的时候 就只能装当下最好的那一个 这边建议是当后期饰品很多有得选的时候 建议装的理想目标 以下仅供参考 谢谢 头 冰璃银环 所有补士饰品中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这一个了 基本上所有补士我都建议装这个 因为大多光卡只能上五个人的关系 大多只会上一个补士 但有时怪会在市面八方 攻击手会四三开来 但补士就一个 只能往一个方向走 但有了这件之后 可以无限距离帮血最少的队友回血 即使补士附近没人可以放治疗剂 也可以对自己施放治疗来出发这个特效 有了这件之后 就不用担心远离补士攻击手补不到了 因为这个特效是要放治疗剂后还触发 即使远方的队友不是最少血的 可以先用治疗剂把父亲血最少的人补满 特效触发时就可以补到远方队友的血 除非血少都很远补不到 那就是走位的问题了 身体 因为补士都会跟着输出后面帮忙补血 不太会有走位或远离我方人员的问题 加上狗云衣还有传送招 更不用担心叫不到问题 相当适合装这件饰品 这饰品加上血刃之重 就可以同时让两个队友加攻 也是很不错的 因为制疗饰品都是一样加12% 在不缺驱散的情况下 建议穿这件毒脸 补完还可以加一个buff 若缺驱散的状况 那就建议装奉闻凌卓成了 魂石 施魔术士 增加治疗效果 尤其是补量不足的补士特别需要 通常所有补士前期都是装这个魂石 不然补量大多都会不足 名魁 大大后期的选择 若补量已经溢出时 就是不需要施魔术士娜加20%之要量 也可以把我方血最多的人一次补满的时候 就可以选择改换名鬼 赌一下buff 说一下葛云玉的小姐 葛云玉台补前期我并不建议练 并不是因为他不强 是因为他前期技能组没有很适合拓荒 盾上单捕时 狂骂再动比他好得多 白碗的加攻击也比他方便 不需要四方技能就可以加神瑞 补血不会因为要上加攻击中断 上双补的时候 再动的蜂妈替代不掉 免伤部分 太渊早早就能用天赋免伤 葛云玉得等55级 那时偷翁都快结束了 前期如果要给他刷碎片 不如给攻击手刷 葛云玉真正的战场在流火PVP 他的特性在流火才能得到最大发挥 20%的免伤 七格传送 都是其他捕师难以办到的 前期可以用蜂妈等捕师度过荒棋 后期若有打BPV的朋友 就可以开始培养葛云医 若没有要打BPV的朋友 就可以略过省资源 提供给各位朋友参考 本次都就到这 若本次影片对你有帮助 希望能帮我按赞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订阅后并按下订阅旁的铃铛 开始通知 这会有新的影片 您就可以马上收到通知了 也希望各位朋友能多多留言 我会努力回答大家留言 也助于本影片的推播 频道经营不易 也希望各位朋友观看史若遇到广告 希望别跳过广告 可以去上个厕所 倒个水 深深蓝药等 花费您短短的时间 可以帮助本频道能顺利经营下去 并欢迎大家来我是风海 每天晚上的YouTube开播 大家可以来视频卡一起聊聊 下个影片见 拜拜